穿安佐嗎 他真的是一個很中文的男人 大家也不要太著急的 去給他下定論 我們將來會發光發熱 大有成就 他們接著就是要考大學了 所以他們 今年十一月就要申請大學了呀 美國的美國的 老大啊 他喜歡生物方面 他第一次認識紐約大學 哦 很小耶 你這樣子 我跟妳講 父母才應該要倒退好不好 我們後來現在一檢查 老天兒啊 就是要念一個紐約大學四年 大概一兩千萬都要準備 你想想看我有三個 就平坡 男性兒子就是出母典書 顧不到會學壞還是什麼 哦 不會耶 因為我的小孩對 個性我們比較清楚 他們都很討厭煙 也很討厭酒 所以目前這方面比較不擔心 會討厭武器嗎 討厭武器 他們對這方面沒有涉獵啦 我們家小孩就第一次要賺錢 哈哈哈哈 傷人的小孩你知道吧 對 所以他們說我沒有時間去學壞好不好 真的念書跟賺錢就來不及 耶 那女人看出來是很討厭的 其實我倒覺得他真的是一個很中文的海 在這個年紀其實是匆忙的以往 而且我覺得可能是因為父母給他很多的愛 所以他一直在找那個安全界線 他找不到 因為愛太多了 隨時有人幫他把事情處理好 雖然佐的父母是從零開始的 所以雖然佐你是站在父母的肩膀上 看這個世界 那當然你比別人得到更多的資源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就是可以冷靜下來 讓他給他一點時間空間 讓他好好想一想 大家也不要太著急的去給他下定論 我覺得是財是性 把他放在一個適合他的地方 將來會發光發熱大有成就 姐那你之前有關心一些 像未成年性剝削的意義 我覺得台灣在這方面的性意識 是我覺得是這些年才慢慢崛起 現在可能又多了媒體 然後手機3C這些的流傳跟錯誤的資訊 所以我覺得情感教育 身體所有權保護權這個部分 應該要從小就要扎根的教育 這波那個就是藝人的防止教 還有就是在事件的主教 你會不會覺得評論起來 也有點左右為難這樣子 我沒有左右為難 錯就是錯 我相信他除了這件事情之外 在其他的角色扮演上都扮演得非常好 你看有這麼多人支持他 只是在這件事情上面是真的很不應該 但我覺得 這種就是大破大力 就是如果你下定決心支持金屋勇 於面對自己的錯誤 這才是面對你人生最好的方式 更何況他還有女兒他還有女兒 他還有女兒 我們應該要對社會做一個很正面的影響 我們做錯事了應該要怎麼樣來做錯 這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就是不要再做錯事了 這個道歉才有價值 要不然有時候對不起 是很無價的事情 非常無價值 hospitalized 再來